一品書有遺產業來改變年來未來為主題 在國神國中基盤推電 中共電出了四百分經過的國際餐飲車 希望透過外圖種地式和機械結合 來讓朋友的學生打開軟體 等待時間也對三月十八號至四月十四號為止 由疫品切除幾月主辦的餐飲車店開沒話動 學校安排學生招造一首我的未來不是夢 老日進行 國神國中頭過的企業教育 不用學生自身 只要學生願意學習 都有出頭天的一天 這次疫品切除在國神國中基盤切電 希望頭過外圖 將地式和企業來結合作為 書展我們是希望藉這個機會 能夠把我們的書展跟餐飲的結合一起 然後希望能夠找出網平的接班人在這個書展裡面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成功 國神響的國中秀盡量心教育 雖然偏向的主願不足 但是在國際的支持和贊助 啟發學生生長 那戴董事長除了在國性 之前在信義跟仁愛 都有舉辦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也是鼓勵小朋友多閱讀 那戴董事長對於貼銷這一帶的關懷 那一直付出 然後一直不贏的一直在鼓勵大家 希望大家有機會 把這個裡面一直推銷出去 然後大家來達到一個 共好共享的一個想法 我在這邊特別感謝我們網平集團的創辦人戴董 他跟國性鄉 國性國中合辦這樣的有意義的活動 因為餐旅這個部分已經變成我們現在 我們像台灣這種進步的國家很重要的一項 那咖啡又是我們國性鄉很重要的一個產業 那今天這個活動的意義就是 讓我們咖啡的產業能夠向下扎根 能夠結合閱讀 能夠跟餐禮做結合 尤其四個禮拜的設定 總共電出示 百分精神挑選的國際產業設 國性國中合長念家族 歡迎大家來看 從三月十八號 從今天開始 三月十八到四月十四號 我們禮拜一到禮拜五的 五點到八點鐘晚上 歡迎來我們的幸福書宣 來參加這樣的一個 藝品書屋的巡迴書展的一個展示 來喝咖啡不用錢 我們的咖啡由鄉長贊助 我們的所有資源 由我們的縣政府來譯助 所以我們的書屋 由我們的藝品書屋來支持 歡迎大家來一起用餐飲 翻轉孩子的未來 咖啡是國性鄉的特色三頁 餐飲是金融業開創的事業 透過他特色學習 對待改變學生的未來 繼續環王昆插風報導